好 那我们开始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在任何基础设施上用Open Function 来运行这个Service的工作负载 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青云科技的可观测和Service团队的霍饼杰 然后呢 我也是Open Function和CubeSphere的Maintainer 同时也是其他几个开源项目的一个Maintainer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来自青云科技的工程师王一飞 然后我也是Open Function和CubeSphere的Maintainer 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 其实包含了这么几部分 首先我们探讨一下 就是构建我们一个开源的Fuzz平台 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接下来是Open Function的一个介绍 然后呢 可能谈到Service呢 大家可能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这个冷启动 然后呢 我们也介绍一下 我们在冷启动方面的一些探索 包括把Deper给它变成Proxy的模式 然后以及这个Walsum函数的一个支持 然后呢 接下来是我们社区用户的一个用力 就是我们在这个自动驾驶来的领域 它去用Open Function去处理车端的一个数据 接下来是一个最后会有一个Demo 然后之前呢 会介绍一下社区啊 一些路线图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给大家 构建FaaS平台的一个必要性 这个Service领域这个著名的等式 大家可能都熟悉啊 Service等于FaaS加上这个BaaS 就是Backhand Service 那对于函数来函数据的平台来讲 函数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也就是说FaaS呢 是它这个主体 但是你这个函数呢 其实又不是生活在这个真空里的 它总是需要和一些后端服务去打交道 也就是说BaaS服务去打交道 然后才能够把你的这个业务 就是对你这个业务其实是更有的更有意义 所以呢 这个丰富的后端服务 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依托 那对于云长商的一些这个函数 这个云函数来讲呢 它通常呢 是只和它的 自己的云上的这个后端服务 就是来去做了一个交互 就是和自己云上的后端服务的 这个集成是比较好 然后呢 通常可能也就是把它的函数 绑定在自己的后端服务上了 那我们其实大家都在讲云啊 其实我最近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公司 它因为云上的成本过高 它要下云 然后呢 或者是说 它要从一个云迁移到另外一个云 那这样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这个函数是 绑定在这个云的BaaS服务上呢 其实就不太利于说 你跨云的迁移啊 或者是你迁移到线下啊 就不太利于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呢 就是说如果你跨云迁移之后呢 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业务逻辑和云上的 各种后端服务的一个结构的差异 其实是这个都会提出一些这个这个挑战 那另外一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就是从你开发这个函数计算平台这个角度讲呢 一个FaaS平台可能需要多种语言啊 比如说我们需要五种语言 那它这个五种语言呢 它如果是需要和 比如说十种后端服务去打交道 那每种语言都要去 对接一下这个后端服务 比如说我Payson要对接 Kafka 要对接 Redis 要对接这个这个NATS对吧 然后就不一举例了 这样它的复杂度呢 会就是5乘10就是50 你要有50种实现 所以这个实现呢是比较复杂的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后来我们其实就是注意到了这个Deper Deper呢其实它是一个分布式应用的运行时 就是它是能够把这个分布式应用的这个能力呢 给它抽象成一个一个的building block 那举几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一般的分布式应用程序 都有这个service之间的相互调用 所以它有一个service的这么一个building block 然后呢一般的分布式应用呢 它都会比如说有publish subscribe这样的模式 所以呢Deper会有一个pubsub 这样一个building block 那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输入输出 然后它有一个bending的一个building block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状态管理 就是说我要存取一些数据 那这些building block之外呢 其实会后面会有一系列的这个component去支撑 比如说我们这个pubsub这个里边呢 它就可以支持比如说各种语言上的这种mq 比如说google的pubsub 然后这个amazon的sqs 或者是这个一些开源的中间件 比如说redis kafka nas 然后bending呢同时其实也差不多 它也支持一些云上的一些存储 那同时也会支持一些开源的组件 比如说kafka呀或者是mysq啊redis 这样的一些组件 然后包括状态存储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你的状态存到这个mysq里边 也存到这个redis里边 或者是存在一个云上的denominal db里边 对吧 然后也就是说它这个一个一个的bending block 后面有一系列的component去做支撑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你函数据断平台的每一种语言呢 你只需要和Deper的那个API去打交道 然后呢Deper的API再去和后面的 这个构成building block的 这个一个component去打交道 也就是说它这样的话 就是把你的这个函数据断平台的实现 给你极大的做了一个简化 然后我们从5乘10的这么一个复杂度 就变成了5乘1的一个复杂度 然后呢这样的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这个函数 比如说我在之前我用的这个后端服务 是亚马逊的云上的一个denominal db 作为一个stata一个stall 但是我迁移到比如说我迁移到别的云 或者是迁移到线下的时候 那我可以不用改我的函数代码 我只需要把我的配置改一下 它就能够用其他云上的存储 或者是用一个开源的redis 去做它的一个状态存储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 其实就解决了我刚才讲的说 你跨云迁移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云上 云转上绑定的一个问题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 它是daper的出现呢 其实是就是能够用api的方式 不管是atp或者jrpc 把一些分布式应用的这个能力 给你提供出来 然后我们函数聚团平台只需要和这个daper的api 去做一个集成就好了 那open function open function我们是青云科技在2022年4月 2022年年初开源的 然后我们是在2022年的4月加入了 成为了SyncSafe的这个sandbox的项目 然后如我所说呢 就是我们是通过引入daper的api 就是实现了和各个云长商的bus服务 以及中间键的bus服务做了一个解偶 然后同时呢支持同步函数和异步函数 那同步函数呢 就是避免不了的就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要有一个入口 那这个入口呢 我们选择了这个k8s的gateway的api实现 作为实现了一个open function的一个gateway 作为一个同步函数的一个入口 那这个一会儿 伊菲同学后面会有一个介绍 那一步函数呢 我们就是通过daper 能够从daper的各种 比如说binding或者pumpsub 来直接输入事件 来触发一步函数的一个运行 那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这个函数的怎么样 从代码变成一个可运行的一个镜像 那这个是我们是用的 client native build packs 去做的这件事情 那它的一个就是它是和 就是和我们传统build镜像呢 都是用这个dogger file的方式 大家写个dogger file就好了 但是client native build packs呢 它是就不需要你写dogger file 然后它会自动的检测 你的代码是pathon的还是go的 然后用相应的技术去 一层一层的把这个镜像给你生成出来 是符合OCI标准的一个镜像 对我们是用的这种技术 当然这个自动的伸缩是变不了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仅能够运行函数 也能够运行应用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1.0的时候呢 加上了这个walsum edge的这个集成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运行这个walsum函数 用这个open function运行walsum函数 然后包括有更完善的这个CICD 那这是open function整个一个架构图 可以看可以分为这么几块 building function serving和events 那其实主要的 其实大家用户经常打交道的 就是这个function的这个模块 因为那function模块可以看作是一个主控模块 它会去控制这个函数的构建 和这个函数的serving 包括一些函数的一些就是一些status 然后这个gateway的一些status或serving build status都会显示的这个函数的这个CRD里面 那build的时候就是像如果所说呢 就是我们支持这种用buildpacks的方式 去构建函数的镜像 当然也可以用dockerfile的方式 去构建一个serverless的一个应用 这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后端的技术是用的那个ship ride 那ship ride 它可以切换 它构建这个image的引擎 包括它可以切换成这个buildah 或者是用buildcat去build 用dockerfile去build这个镜像 它也可以用buildpacks 这种不依赖dockerfile的方式 去构建你的这个函数的 或者应用的一个镜像 那这个镜像构建出来之后呢 就需要把它放到一个运行室里面去运行 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放到这个serving的这个阶段 那这个serving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最开始是支持 同步和一步函数两种运行室 然后一步函数呢 是由dapper和kada做了它的一个支撑 dapper是和后端服务打交道 然后kada负责自动伸缩 然后同步函数呢 我们最开始是支持kennetail 那最近呢 最近我们发的1.2的一个版本 已经支持了这个kadaadp的 这种同步函数运行室 就是它和kennetail的作用是类似的 对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kennetail的一个平T 对 然后呢 就是刚才也介绍了 我们在1.0 加上了这个walsum edge 这个运行室的支持 可以运行这个walsum edge的函数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支持4个运行室 然后event呢 这个其实是类似kennetail eventing 但是我们觉得kennetail eventing呢 可能是用户用起来稍微有点复杂 然后所以我们也做了自己的一个event的框架 那这个event的框架呢 其实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其实也是用通过dapper呢 来实现了它的底层的broker 和它实际的mq的一个接偶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event bus呢 是用dapper那个pubsub去实现的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building block 然后它底层可以是各种云上的mq 也是可以是一种开源的mq 所以它是不会绑定的 你用某一个broker的 对 然后gateway下面有这个Ephi来介绍一下 OK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openfunking gateway openfunking gateway是在openfunking 0.7.0版本 就是实现了一个新的特性 然后它是基于这个k8s gateway API来实现的 我们选择k8s gateway API呢 主要是因为它 它CRD和它的下游实现 它是J5的 就是我们openfunking的用户 可以选择它喜欢的getaway的实现 比如说API 6或者是Counter或者East 2 就是不会对用户对相关的getaway的实现 产生板定 另外就是getaway API也提供了一些很多新的特性 比如说HTTP流量的分发 以及quare namespace的一个比如说routing的功能 这个对FaaS平台来说都很有吸引力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图里边 这个一个流量转发的一个路径 那以前的话就是说openfunking需要把流量 先转发到clientive的getaway 然后由clientive的getaway路由到clientive的reversion里边 这个链路会比较长 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流量转发到clientive的reversion 也就是说我们就不再依赖clientive网络相关的组件了 整个链路也会变短 OK 接下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引入openfunking gateway 就是原来我们访问函数的话 是通过clientivegetaway提供了一个随机述传组成的service的URL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URL不能判断 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函数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移植的函数 但是我们也不能从这个函数的名字 或者namespace推测它的URL应该长什么样子 现在如果通过openfunking gateway来访问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的funking的name和namespace 然后加上集群内部的一些suffix 组成这个URL来访问函数 另外还可以通过这个getaway的service 加上这个funking的namespace和name 来进行一个就是pass-based的一个访问 我们也可以基于openfunking的gateway的IP 然后加上就是host的相关的header 来进行一个hold-based的一个访问 另外就是如果我们想在集群外部访问 集群内部的方形的话 我们可以在openfunking的gateway上面 配置准慢相关的字段 把它配置成这个magicDNS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集群外部 通过域名来访问集群内部的方形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能启动优化 能启动优化一直是这个pass平台的一个 比较难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之前的话采用的是 Depro SiteCard模式 就是每一个方个性的port都会包含一个 Depro SiteCard 那么它就会影响整个方个性启动的一个时间 因为有可能我们的函数甚至很小 然后整个Depro SiteCard的container启动 它需要花时间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Depro Client 初始化这个整个过程 一般也比方个性启动的时间要更长 所以说它会影响我们能启动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叫做Depro Proxy的模式 就是让所有方个性的port 可以共享一个Depro SiteCard 这样就不用再 特别是比如说我们方个性在扩收容的时候 我们如果扩容到很大 副本数很多 那么Sedica也会造成大量的一个资源开销 但如果以后Depro社区 比如说推出PRO的相关的一些方式的话 可以替换掉当前这一个模式 接下来我们就是有一个GPRO的一个能启动优化的计划 就是刚刚我们聊到了Depro Proxy 我们发现对它进行优化之后 我们来测试方个性的一个启动的时间 发现对是进行了优化 但是还没有完全优化 因为整个PRO的创建的过程 还是受到K8S 整个PRO的创建的整个 比如说调度啊 这一个逻辑的 整个时长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我们就想到 可以用就是PRO的一种方式 我们方个性PRO里面 可能它先跑了一些 Jelore Record的PRO 这些PRO已经是专利状态 只是它不是针对某一个方个性的PRO的 但这时候如果有 方个性调用的请求进来 我们会根据这个方个性 这个请求相关的一些信息 判断它要调用哪个方个性 然后对这个方个性的Code 进行一个热加载 把它变成一个 针对某一个方个性的POD 然后后续的流量的话 就直接进入到这一个 特定的方个性的POD 这个过程的话 就不再需要K8S 整个调度啊 创建的这个逻辑的参与 所以说它对能启动的 整个时间的优化 应该是非常显著的 OK 接下来我们是在1.0版本的话 就是支持Warsom Edge 作为Warsom的一个运行时 Web Simpli作为Fast平台的运行时的话 它本身天生就带很多优势 那你比如说 它的启动时间 就很短 然后它的整个镜像体积也很小 比如说我们Build出来的镜像的话 因为它在镜像当中 它只包含 就是Warsom Edge的一个字节码 它就整个镜像可能只有几十几个 甚至几K 整个镜像拉取的时间也会很短 另外就是它本身支持Sanetbox 所以它的安全性也会比较高 我们选用Warsom Edge的话 是因为就现在 DepoWarsom相关的 就是它有不同的实现 目前这个标准的话 也还没同意 Warsom Edge相对来说是对Http这一块支持的比较好的一个运行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Warsom Function 就是访问后端服务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Weber Assembly程序访问API它是受限的 所以它更需要通过Depo这样的一个组件 能够给它提供一个相对统密的方式来完成对后端服务的一个访问 但是现在的话 比如说DepoRust SDK 以及DepoWarsom相关的项目 它还不够成熟 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对它进行集成 后续的话 等相关的生态成熟之后 我们会把Depo集成进来 然后为Warsom Function提供更好的一个后端服务访问的一个能力 下面我跟大家介绍我们一个社区用户叫预示科技 它把Warsom Function用在自动驾驶领域的一个案例 自动驾驶呢 其实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车端会上传很多传感器的数据到云端 那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那它云端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那这是一个云端的一个架构图 然后呢 比如说你车端的MQTC的这个broker 把云端的数据传到了云端的一个MQ上 那这个它会就是预示科技的小伙伴 会创建各种各样的这个异步函数和同步函数来处理这个数据 那比如说有的MQTC的topic的这个数据呢 会有一个这个会有一个函数处理 然后呢 其他数据会有另外一个函数处理 然后他们处理完的数据分别存到了不同的这种后端服务里边去 因为它的业务比较多嘛 然后可能有的业务也是不同的团队去实现的 所以它要需要用不同的语言去实现这么一个事情 那这是一个车端数据处理的这么一个例子 然后下面呢 这个就是有两个比较比较高阶的一个例子 这个左边的这个代码呢 就是这个它是就是说 它会把车端的上传一些MQT的数据 然后呢 会通过这个异步函数 左边就是异步函数这个代码 就是从这个MQT的数据里面提取出一些metrics 然后再把它发送到Promitius的Push Gateway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你把车端的数据 给它变成了一个metrics 然后存下来 那这个过程是由一个异步函数来完成的 所以这是预示科技的小伙伴 一个比较非常高阶的一个用法 然后因为我们可以通过Deper 去很好的对接MQTT一个broker 所以呢 它就是很容易的就是写几行代码 就是写这几行代码 就把车端的那个MQT的数据的提取出metrics 然后就我觉得非常酷 然后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 产生中立的发动平台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点 就是他们的客户呢 有的时候需要 他们把这个自己的方案 部署到不同的云上 然后有的客户呢 也需要部署到私有云上 然后他如果是不同的云 都要去适配 这个成本就比较高 所以呢 就是用OpenFunction这样一套方式呢 就是说我写一套代码 我做不同的配置 然后就能够在不同的云上去运行 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的业务 就是车端业务 它也有一个潮汐的需求嘛 所以它有一个自动伸缩的需求 就是比较适合 用Service这种方式去做 对 然后社区 然后因为我们讲到Deper 然后我们也和 就是把OpenFunction 怎么用Deper呢 和Deper的两位 这个创始人 做了一个交流 就是在Deper的那个社区的会议上 做了一个交流 然后呢 他们其实对OpenFunction的 这种用法也是非常的欣慰 然后我们可能还 就是会后和那个Deper的一个Mantainer 还要做一个深入的交流 具体的一些路线图 其实第一个呢 就是函数框架支持State 这个我们在1.1的时候已经实现了 然后呢 现在对Person的支持 也正在优化中 然后呢 然后就是刚才可能运行时的 就是刚才易飞讲的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基于 这个Pow的持的一个 能启动优化的方案 这个可能下一步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工作 然后很多用户也互换 这个OpenFunction一个控制台 这个我们可能也在这个计划中 然后另外就是现在这个AIGC大模型的 这个比较比较这个 呼声比较高嘛 但是我能想到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他处理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和我们的异步函数 做一些结合 然后我们也会考虑说 这个AI的函数 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支持 然后贡献者呢 就是主要的Maintainer 是来自GOOSphere 然后有一些 比如说社区的贡献者 比如说来自Skywalking的同学 帮我们继承了这个Skywalking 用来tracing卡兽的性能 还有预示科技的小伙伴 SAP的小伙伴 然后包括那个微重银行 最近有一位同事 有一位小伙伴 正在做一个叫 灰度发布的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同步产社 不支持灰度发布 然后他再帮我们 做一个灰度发布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有点类似这个ArgoRollout 但是我们没有用ArgoRollout 是自己实现了一个逻辑 然后包括这个微重银行 还有值得一提的 就是微重银行的小伙伴 也在帮忙 就是把用他们那个EventMash 来替代Dapper 做一个Bus服务的一个集成 他们现在也在推进这个事情 对 然后现在采用的公司呢 包括 已知的是国内某一个著名的 这个电信厂商的一个云 他在用OpenFunction做他的那个云函数 然后刚才提到玉石科技 还有微重银行 还有喜马拉雅 还有一个国内一个证券公司 对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由伊菲给大家介绍两个Demo OK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OpenFunction相关的一个事例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典型的同步函数 触发异步函数的一个事例 它整个触发的面路的话 就是客户端对这个同步函数的一个地址 发起请求 然后它会触发一个Depot的OutputBunding 那么它会把这个Event Publish到Kavka Server 然后Kavka Input这一个异步函数的话 它订阅了这一个相关的Topic 所以说相关的事件进来之后的话 就会触发它的InputBunding 然后最终触发BundingEvent 来调用这一个EV函数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这些 这个同步函数和EV函数的定义 OK 这里是这个FunctionFound的 这个Function的CR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Track部分是HTTP 说明它是一个由HTTP请求触发的 一个同步函数 然后Bunding部分定义了一个名叫 Kavka Server的一个DepotComponent 它的Bunding 而它的Type是Bunding.Kavka 下面是一些Kavka的连接信息 Topic信息 可以看到这里是SimpleTopic 然后我们在Output部分 引用了这一个DepotComponent 来作为它的OutputBunding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代码当中 做了一些什么 这里定义了一个Ford to Cavka的函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签名 它参数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OpenFunction定义的一个Context 第二个是一个Bit的数组 然后OpenFunctionContext提供了Send的方法 可以向我们的Output发送一个 比如说这里是Greting的一个数据 OK 这是同步函数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EV函数 EV函数的Track部分 它是有Depot 说明它是一个有DepotInputBunding 来触发的一个EV函数 然后我们可以看TargetTopic 这一个它的定义 也是一个Depot的Bunding Component 然后相关的参数 它跟刚刚的那个同步函数 其实它是一致的 然后它会多一些定义 比如说就是ScaleOption里边 它有K大相关的ScaleObject 就是这个函数要怎么进行 扩收容的一个参数 另外还有就是Trigger 这里就是定义了K大相关的 这也是那个Kafka的一个链接 然后它的预值和Topic 也就是说当这个Topic当中 有消息的时候 只要它不是0 它就会把这个方形的Pot ScaleUp起来 然后如果这个SampleTopic 这个Topic里边堆积的消息数量很多 比如说是200个 那么它会根据这个预值 算一个它期望的Workload的一个副本 比如说200的话 在这里可能就是10个副本 OK 接下来我们就是 在实际的环境当中演示一下 就是它同步函数 怎么触发这个异步函数的一个流程 OK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 方形 这两个方形已经定义好了 就是它也是Running的状态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相关的Pot现在没创建 因为没有HTTP请求 也没有相关的事件 所以它已经被Scale到了0 然后我们对这个同步函数 发起一个请求 OK 可以看到这个同步函数的 这个Pot已经被触发 被ScaleUp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日子 它收到了这一个 我们发给它的Message 这就是一个同步函数的一个完整的一步函数 然后它会触发 然后它会触发 Output Banding 然后让这一个 一步函数的Pot也运营起来 你可以看到它的启动时间 是比同步函数要晚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 这个一步函数的一个log OK 它收到了这个 我们一开始发给同步函数的一个消息 它就是认为它这个函数 被它触发ScaleUp 并且它收到了相关的事件 这就是一个同步函数触发 一步函数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 接下来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更多的一些例子 这个的话是目前OpenFunk 最新的版本1.2当中实现的一个feature 就是关于KID HTTP的 这KID HTTP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的定义 它跟普通的同步函数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是trick部分 它是HTTP 然后N进制端的只是KID 说明它是KID HTTP这个运行室 另外ScaleObject里面 它这里KID点HTTPScaleObject的部分 它是需要定义这个 才可以根据HTTP相关的指标 进行一个伸缩 这个我们就不演示了 另外还有刚刚介绍的 Warsmode方向相关的一些定义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由Rust写的 一个简单的HTTP Server 然后它跟其他的Runtime的函数 不太一样了 就是它的Workload的字段 是Warsmode的值 是Warsmode 有了这个值以后的话 OpenFunking的Control Manager 在Reconcel的时候会 比如说对于Builder 那么它会调用 Warsmode相关的一个 Clust Build strategy 完成Warsmode方向的一个构建 比如说它会用到Builder 会加上一些相关的Arrotation 然后对于生命部分的话 就是它在生产工作负载的时候 不管是那个 就是比如说CellentiveSVC 或者KIDA的Workload 那么它会在Workload的那个 Runtime class上面 设置它的运行时 比如说它是C run 或者其他runCR之类的一些运行时 另外它还会加上一些 Warsmode几行数运行需要的一些Arrotation 然后它就可以运行了 这里可以简单看一下 刚刚说了它的镜像体积非常小 可以看到这一个Dogfile 它最后的话 它只是把这一个Cargo build出来的 这一个Warsmode的字节码 copy到了这一个空的镜像里面 所以它体积非常小 接下来可以看一下 这个Redis State Store相关的一些用力 OpenFunction的话 现在也支持了Depo State这个Component 我们这里看到它定义了一个叫做Redis 然后Type是State.Redis的一个Component 那么上面有相关的连接信息 DepoComponent的话它提供了很多的API 不止这些 这个就根据我们具体的业务需求 可以进行选择 最后我们简单说一下 就是Serverless Application 因为就是我们比如说对于Rust这些语言来讲 方向性社区的话 目前还没有提供方向性 Framework 能够直接写方向性 那么对于Application的话 它跟方向性的一个区别 可能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包含一个Main函数 它不需要依赖其他 Framework 可以直接运行 那么所以我们这里提供了两个例子 就是一个是可以有Dogfile的 这是一个Go的例子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Dogfile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Build 然后在这里指定它的Build为Build 然后它的ClustBuild的Strategy为Build 那么就可以完成这一个Go的方式的 Go的Application的一个构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ServiceApplication WithoutDogfile 这是一个Java的例子 这是那个BuildPacks这个仓库的 提供的一个Simple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Main函数 我们要构建这一个的话 因为它是没有Dogfile的 没有Dogfile的话其实也很简单 就用对于这个例子来说 就用Cloud NativeBuildPacks 提供的一个叫做SimpleBuild的一个镜像 就可以构建这一个Java的Application 基本上今天的Session就结束了 然后大家如果是想加入微信的 就是OpenFunction的交流群 那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回复OpenFunction 然后就可以加入这个OpenFunction的交流群 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老师 老师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那个Y3Edge你们支持的话 它的那个扩缩容的话是怎么支持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container runtime 然后它的扩缩容呢 然后它的扩缩容呢 是由KNTAO或者是KEDEDP去控制的 然后其实我们生成的这个 这个ValsomEdge的这个 Valsom函数的镜像呢 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container镜像 只不过这个container镜像是由ValsomEdge来运行起来的 并不是由这个ContainerD或者是这种CIO来运行起来的 那也就是说 就是关于容器编排这一块 像你们有KEDA这个支持 它天然的就可以跑在集群里面 对对 就是说它和K8s是可以跑在K8s里的 就是可以把ValsomEdge装在K8s里 然后呢它能够通过K8s的调整能力把它调整起来 同时也可以比如说本地跟一些云端打通这样跑 对那个可能就看你的网络嘛 谢谢 我有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是就Open Function 我看你们前面有一个那个架构图 那个Open Function的那个安装起来的话 然后架构图里面的所有的组件都有都包括吗 对 我们有几种安装方式 就是你可以全都安装 然后你可以选择性的安装 比如说你可以只安装同步函数的运行室 或者是只安装异部函数的运行室 或者是只安装 比如说你可以指定只安装Kinitiv和Deper 你也可以只安装Deper和KEDA HDP 你也可以只安装Deper和KEDA 对 它是比较灵活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你们有一个Open Function Gateway 它是实现了Kinitiv里面的那个Kinitiv Gateway 是吧 对 然后第三个是那个还是那个架构图里面 就是您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KEDA和Kinitiv的区别吗 然后对 Kinitiv呢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对同步函数支持的是比较好 然后呢它一步函数呢可能就是用Kinitiv eventing去实现的 然后我们觉得Kinitiv eventing呢用起来稍微复杂了一点吧 然后呢我们注意到了KEDA KEDA呢其实它就是能够根据各个事件员特有的特性去伸缩你的副本 比如说你Kamika消息堆积超过10个它给你多出来一个副本 超过20又给你多出来一个副本 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根据你的事件员的特性去伸缩你的副本 这样的话其实比你单纯的用CPU或者是这个ADP的请求数量会更智能一点 对 然后这是最开始的KEDA是这样的 然后它没有但是它缺少这个ADP的这种流量的这种伸缩的支持 然后但是它是最近是通过了KEDA ADP这个插件加上了这么一个支持 然后也就是说它既能够根据同步的这种ADP流量去伸缩 也能够根据事件员的一些特性去伸缩 对 那我再补充一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说我的事件员是一个Kafuka Kafuka里面比如我定一个topic的时候 PAT的进行数量已经固定好了比如20个是吧 那假如说比如我们之前用的是那个Kafuka eventing 那它默认的话就是只能从每一个那个PAT里面去消费 那它的并发最多是20是吧 假如说有那种消息堆积的话 有可能比如说能加大底层的这个PAT的扩容的能力吗 KEDA的话 你说的这个非常好就是我们也在开发中遇到过一个问题 我们开发中发现我们这个函数老是不扩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只有一个PAT 所以它的这个扩容的上限就是和你Kafuka的PAT的上限是match的 对 是这个就是具体的MQ它实现的不一样 Kafuka它有PAT的概念 但是你像如果是PALSA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云上的MQ 它没有这个概念它可能就扩容可以扩得很多 谢谢 对 你好 那个我有个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函数这边异步函数 就现在有没有一些状态监控的一些能力 就是任务下方下去之后 我也不确定它有没有运行之类的这种情况 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去提供的一些加强的一些地方 我们目前是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 对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可能需要你说的就是需要把一些metrics给暴露出来 对 好 谢谢 就是这张图里面我们其实依赖了很多的那个开玩组件嘛 是吧 包括 那核心问题是说我们open fashion的那个眼镜路线 跟这么多开玩组件的眼镜路线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样 就是假 因为 包括这里面核心后端是不是主要是connective 跟那个伸缩那块主要是kdi 然后后端对接主要代表 这些组件的路线如果有些社区或者停止眼镜 或者有一些路线上的一些差异的时候 我们后续的一些 对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的后端呢 依赖了组件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深重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kida和canetal 现在基本上都是 canetal应该是已经进入到syncf的这个浮化阶段了 包括deper也是 然后kida好像也是进入syncf的浮化阶段 如果某一个它停止眼镜了 那其实我们你可以看到我们的function呢 其实是有 就是它是一个可插拔的一个架构 就是说我们是通过function的这种CRD的定义 屏蔽了它后端的一个实现 就像我们支持这个walsom match的运营时 我们是有一个walsom work load 这么一个字段去定义 就是说你可以用walsom match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walsom的runtime 就是类似就是对于canetal 或者是kida也是类似的 对 相当于那个中间适配层到时候 会再重新做适配改造吗 对对如果它停止眼镜了 那我们会做一个改造 对是的 但是对用户内层的那个语义 比如多云的时候 用户内层它的兼容性和函数内层的定义 这套是我们openware方向的那个规范 是吧 假如到其他的上面它是 就是你这个函数和和其他的云的那个 后端服打交道 我们是目前是通过dapper来实现的 然后呢 然后我们的函数里边 我们现在直接演进成了就是你直接调用dapper的client就可以 dapperclient提供什么API 你都能够可以去调用 然后呢 我们最近也在和微众银行的那个event mesh的这个项目 他们也在做集成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用dapper 你也许后面可以用event mesh去提供这个和后端服务集成的这个能力 就是我们之前是把dapper的API做了封装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好 就是就是后来就直接把这个dapper的client给爆了出来了 对 像bass和fass 我印象bass好像是也有一套社区标准在演进的 类似 那我们会遵从那套标准吗 因为各家云场上也在往那套标准去靠吗 嗯 你说的这个标准 我可能还 我是不是 就是您说的是哪套标准 嗯 也是bass后端那个调的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可能现在dapper就是一个就是类似一个标准了 就是我觉得它已经是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项目了 然后我觉得可能如果做标准呢 以后可能它也可能也会就是把dapper作为一个参考实现吧 嗯 对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喂 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最早是集成了knetube嘛 对 后面是加的那个k.http 然后你刚才也说的k.http实际上可以理解成knetube的评替 对 那么就是你们支持两个以后你有发现它们这个功能上差别很大吗 还是说完全就是没有优势或者区别度这种 knetube当然是更成熟一点啊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然后k.http呢现在是进入了这个beta状态 其实它还没有GA 然后我们其实一点点加入呢 其实我们也观望了很久 然后在它beta的时候我们才把它给集成进来 然后在之前前一两年就就关注到这个项目 但是也没有做集成 对 好 谢谢啊 然后还想那我继续问一下就是说 那它还没有接它肯定会有GA的一天嘛 对 那作为open function这个项目 那你其实两个功能差不多的这种run time 或是运行时的话 那你是会后续一直都支持还是说你会到时候做取舍 后续我觉得应该会并存就是让用户去选择 让用户去选择 对 我们可能是比如说可以有一个默认的运行时是knetube 好 行 谢谢啊 好 那时间差不多 那我们的这个要交流的话可能先下在交流吧 好吧